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79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 针对澳大利亚、美国等国家在会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场予以驳斥 当今最需要联大三委关注的人权局势 毫无疑问是加沙 澳大利亚、美国等少数国家对这个人间炼狱轻描淡写 却继续对和平安宁的中国新疆大肆攻击抹黑 再次刷新世人对双重标准的任职下限 此前澳大利亚驻联合国大使代表包括美国、新西兰、日本、英国在内的15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中国正式联合国就新疆人权问题发布的报告 23号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就相关话题重提历史过往 指责以美澳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行为是政治操弄 澳大利亚长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 严重侵犯难移民的权利 原住民的生存环境恶劣 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等海外军事行动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这些西方国家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却对他国指手画脚 充分暴露他们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本质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太平洋岛国 萨默亚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被问及相关问题 他也予以回应 同时间也有国家对中国立场表示支持 联大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就宣读了一份 包括中国在内的80个国家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 强调涉江涉港涉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SBS中文新闻 柳世月报道